情何以堪 当年汉童居35年的前男友丁杨基打官司案件闹得沸沸扬扬 郭剧女王菲姐提返还不当得力诉讼 双方还各自开记者会互扣 如今菲姐胜诉已经确定获赔600万 菲姐在这次官司打赢之后居然又惹上了另一件官司 这次变成被告 而告她的居然是她原本的委任律师 原来依照约定菲姐如果胜诉 得支付律师判决所得金额25% 也就是150万 但菲姐却认为契约上的手写文字是事后加上的 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及签认主张无效 法官却认为当时有证人在场 确认手写文字是契约的一部分 判菲姐败诉得支付150万 就这个契约来看 其实当时虽然被告在背后面签名 但是因为手写的契约也是属于契约内容一部分 所以法官也认为说 即使今天是由被告亲自手写上去 也是属于契约的内容一部分 一般来说 律师收费却有两种方式 大多为案件 案审 按时记筹 有委任就得付钱 而另一种则是胜诉才有后酬 适用民事诉讼 行情价月赔偿金三成左右 对此 菲姐表示还在等上诉结果拒绝回应 杜新律师也想低调 只强调尊重司法判决 只是双方原本在法庭是同一国 却因为不付钱 再次回到法院 已经彻底翻脸 TVBS参美区关于太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